韩国选手来花叫战 惨遭中国英汉数次击倒 裁判独秒的时候 韩国选手的教练直接扔白毛巾认输 他就是来自韩国的金河泰 在赛前称重仪式上 他公然挑衅咱们的中国选手 说中国选手没一个能打的 打你们我根本不用出全力 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说出这种话 咱们的中国选手回应道 你不要在这嚣张狂妄 明天咱们擂台上见 劝你提前准备好担架 听听这话多么的霸气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你都会为你说出来的话而感到后悔 他就是咱们的中国拳王张春雨 在拳击界有着逐渐的绰号 为什么这么说呢 新来的朋友点点赞关注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中国选手的霸气 我们接着往下 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 双方选手开始入场 率先入场的是这位来自韩国的金河泰 韩国职业拳击运动员 曾获得国内举办赛事的金腰带 韩国不可多得的拳击选手之一 迈着嚣张的步伐走上擂台 还和台下的观众热情地打招呼 谁想看你啊 你还自己在那装模作样 上了擂台还得色了起来 踩着围栏和观众们打招呼 绕着擂台跑 紧接着入场的 就是咱们的中国拳王张春雨 中国泰拳新星 昆仑爵诸神至战中国区选拔赛选手 原北京队三达选手 曾获得2013年世界泰拳冠军 稳健的泰拳三攻部驾驶严枕攻守兼备 牙迫力十足 令对手意大利的毛罗赛拉乌从下手 攻势竞数落空 凶悍的拳法颇具 其实泰国传奇名将哥班的风范 十分犀利有效 是他的主要攻击手段之一 令对手文风丧胆 他还有着出色的身体协调性和平衡能力 张春雨的表现一路带给中国全民们颇多惊喜 今天的比赛就让我们看看中国硬汉 是如何暴揍这位韩国狂妄的选手 让我们赶快欣赏精彩的比赛吧 双方选手都已经登上擂台 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 比赛正式开始 两人并没有进行过多的试探 韩国选手率先发起进攻 两击刺拳打出 咱们的中国拳王张春雨两击重拳击中对手 因为一个低位扫踢击中 韩国选手不痛苦痒的还击 中午你怕是没吃饱吧 张春雨一个正登与韩国选手拉开距离 因为张春雨的臂展和腿都有明显的优势 韩国选手一个扫踢 张春雨左手抓住对方的腿 右手一击大力摆拳就砸了过去 紧接着张春雨一个低位扫踢 就把韩国选手踢倒在地 两人继续对攻 互相的换拳 张春雨也控制得非常好 有手有放 韩国选手要往前冲 张春雨抱着对方的头就是两个顶膝 吸发可是张春雨的一个强项 裁判上前是一两人分开 重新对攻 张春雨又是一记顶膝非常漂亮 韩国选手又要出拳 张春雨一个低扫 差点将韩国选手扫倒在的 张春雨又来一个正登 被韩国选手躲了过去 张春雨连续的前手撕拳 打得韩国选手的头不明显的后仰 韩国选手防都防不住 张春雨的出拳真的太快了 张春雨又一个正登 想要与韩国选手拉开足够的进攻距离 韩国选手上前逼近 张春雨抱着对方的头又是两肩顶膝 裁判上前是一两人分开 继续对攻 张春雨又一个撕拳 再跟一个边腿 这一腿看着都踢得疼 韩国选手还是能扛揍的 张春雨慢慢地和对方周旋 韩国选手左右摆拳过来 张春雨轻易地躲闪开 快速地两季前手撕拳直击对方面门 估计等比赛结束了 韩国选手得回去整个鼻子 张春雨上勾拳没中 重新调整位置 韩国选手往前靠 张春雨一个正登将其踢开 韩国选手一个边腿踢在张春雨的身上 张春雨借机就是前手撕拳打出 每次前手都感觉必中 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紧接着又是两个低扫腿踢的韩国选手坐在了低上 这两腿还是很重的 裁判健壮上前开始对韩国选手进行独聊 韩国选手示意自己没问题还可以继续 两人继续对攻 张春雨上来就是两击边腿 踢在刚刚低扫击中的位置 趁你必要你命 张春雨怎么可能给他喘息的机会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一上来双方就打得非常猛 互相换拳 张春雨抱住对方的头又是两个顶膝 再来一个低扫 将韩国选手击倒在地 两人继续换拳换腿 低扫腿都重重地踢在对方身上 感觉韩国选手要开始玩命了 打得非常凶猛 一个转身边拳击中张春雨 这一拳好重 两人再次缠抱在一起 两击顶膝就打了上去 裁判上前刚分开两人 张春雨就是一个低扫 将韩国选手击倒在地 场外的观众欢呼了 裁判对韩国选手进行第二次读秒 韩国选手还是站了起来 张春雨一个左摆拳命中对方的头部 紧接着就是一个重重的扫踢 将韩国选手压在围栏上打 韩国选手又要上前 被张春雨一个阵灯又踢倒在地 韩国选手迅速地站起来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他的腿背低得已经红肿了 比赛继续 张春雨连续的两个低扫腿 再次将日本选手击倒在地 这次是直接躺在了地上 裁判第三次上前读秒 韩国选手又站了起来 你这家伙还挺坚持 真想让我们的中国硬汉 踢断你的腿吗 在比赛还有最后一分钟时 韩国选手的教练果断 扔了白毛巾是一裁判 经过裁判的一致裁定 咱们的中国拳王张春雨 强势KO取得比赛的胜利 拳腿流畅的弦界 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同时也表现出了 非常好的晋级状态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